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巨蟹座很烦哪些人呢 第一 工作狂 巨蟹座的人和工作狂类型的人恰好是两个极端 巨蟹座的人家庭观念特别强 喜欢什么事情都以家庭为重 家就是巨蟹座的港湾 是巨蟹座最依赖的地方 所以巨蟹座的人 最讨厌自己的另一半是工作狂 他们认为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工作从离开办公室那刻起就该结束 要是加班不回家 就更加可恶了 会让巨蟹座觉得对方不着家 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面了 第二 骂到 巨蟹座的内心细腻敏感 他们是那种很容易就没有安全感的人 性格也是相当柔软的 这也从侧面说出来 巨蟹座很多时候内心都比较脆弱 说白了就是有点玻璃心 那些非常强势霸道的人 都不适合和巨蟹座交朋友 尤其是对于一些控制与特别强的人 那么巨蟹座会非常反感 巨蟹座渴望在人际关系上 获得尊重和信任 那种霸道的性格 巨蟹座是心底里排斥 第三 总是质疑 还有一种人 他们总是质疑别人 心里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谁说出来的话 这群人都要想打一个问号 反复质问甚至是求证 于是对于巨蟹座来说 这种给不了信任的人 天生就与自己存在着隔阂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巨蟹座是绝对不会与这些人做朋友的 因为信任就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更像是一根蜡烛吹灭后 黑漆漆的一片将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希望 第四 善变 最后要说的这种类型 就是那些善变的人群了 巨蟹座真的很讨厌善变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 巨蟹座正和你有说有笑 突然因为一个尴尬的话题或者其他原因 你就瞬间翻脸 这让巨蟹座好不容易为你打开的新门 就立马关上了 要知道巨蟹座是一个相对话少的人 如果他们跟你攀谈甚欢 那真的就是对你放下了警惕 可想而知善变对巨蟹座而言 那该有多难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